扫描店家QR Code按下连结就会自动传送简讯给1922 5秒内就能完成实联制 不用手写资料真的很方便 行政院政委唐凤用了三天时间开发出简讯实联制 19日正式推出 截至当天晚上7点半已经成功申请的业者超过12万家 15万个营业据点 四大超商都申请完毕将陆续上路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日本媒体与网友注意 转发到推特上 纷纷大赞太有才能了 台湾真的很棒 我想住在台湾 日媒NHK也以台湾确诊感染接触者追踪新工具 过程在5秒钟内完成微提报道 表示这项机制只向当局的热线发送手机简讯 而无需向商店提供个人讯息 并引述唐凤说 因为非常方便 积极地引入餐厅和运输中设施 每日新闻也报道 过去商店的客户被要求进入商店时 亲手写姓名 还有一个担忧 就是未指定人数的人会重复使用笔 而新系统使用智慧手机 读取QR码 并注册使用历史记录 防止错误陈述也是一个优势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湖中翰 姚汉宇综合报道